金叔和梅团长特意挑选一位我们的团友 冰冰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大表哥教我们煮什么菜 简单一点 清远鸡 浸丝瓜 清远鸡浸丝瓜就讲求几样东西 第一 鸡一定要漂亮 丝瓜一定要嫩 还有我们配午的料头 够足料 要割薑片 炸蒜子 冬菇 芹菜 红萝卜是用来搭食 这些全部都是增香料 我们先动手 动手 第一时间先拌鸡 明明知道哪些是盐吗 看到了 这个有点的 没有那么多 太鹹了 对了 正好 是不是放在上面 你照倒下去 待会要拌的 对了 然后加点糖 现在加点生粉 也是我帮你了 好 拌均匀 越拌越行 好 来 来 空沙水起 真是 放料 放入几分油 再拌 撻住火的 文文 好 这煲沙泉水是厉害的 一般浸鸡水 水 滚 说得来就滚了 那就放些材料 全部放进去 全部放进去是吗 是 留在芹菜 然后就放鸡 全部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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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盖着盖 那要浸 浸多久呢 滚水下的 是 它一起虾牙之后才放丝瓜 哦 滚了 拿起这个盖 那现在就知道如何 放这个丝瓜 放这个丝瓜 接着调味了 盐 味 滑细 汤 哦 鸡粉 这两种都是灵魂 一个胡椒 一个花椒 如果没有这个 越对煲沙不香 又有胡椒又有花椒 我真的学到了 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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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可以了吗 是啊 可以起菜了吗 看着它滚了 哇 那些酒香味 你还能闻到 很香啊 到最后一步 知道如何做吗 冰冰 哦 倒入香芹 啊 倒入 起菜